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都會有其他地區進入 即是地區A進入地區B 或者國家A進入國家B 當然在香港的情況就是 始終都是同一個國家 法正常來說香港是屬於中國的 所以它只不過是由一個地區進入一個香港地區 是有屬於自己本身的自制權的一個地區 但是如果在香港政府 當然香港人民有機會說出來的意思 但是如果香港政府本身已經 覺得他們在這方面有足夠的防範、監管 這樣我覺得是 你不可以以一個不合理的理由去拒絕進入